我們有幾個學長以前對我的行蹤太了解了 我在我以前用BPS的時候 他會去check 我在這個BPS上面會先看哪一版 再看哪一版 先看哪些文章 然後我們有研究生會知道 下午去開會了 他們就要查我的IP在哪邊 上Facebook哪邊發文的 我的IP在哪裡 老師在這裡 老師不回來了 他回家了 然後他去這個 所以你不只是 以後的網路行蹤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還好我沒有去不該去的地方 去不該去的地方就不要上網 但是不上網也不行 外面到處都有攝影機 所以這個 一定要記錄要完全刪除是不可能 但是在電子兵力這個系統 你一定要在這類資訊服務 如果你去幫別人做這類資訊服務 一定要有這個保存 一定要有備份 然後呢要有回復跟緊急應變 緊急應變 我剛才談的這個可靠度的這個問題 壞掉的時候 壞掉的時候你要讓他能夠回來 你要看什麼資料 一定要能夠 你不能在手術的期間 如果需要看什麼資料 那時候這個 我病例系統看不到了 或者這個 要看什麼檢驗資料看不到 那都不行了 安全是很重要 整個這個遠距醫療 安全 遠距醫療的照護 這個 或是健康的這個部分 安全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 對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些 至少要保存7年 這是一個 7年這是一個 我們政府訂的一個規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是7年 我們是訂7年 然後 內容要 在保存期間裡面 7年裡面呢 要完整呈現等等 然後要有電子簽章 電子簽章的技術 我們後面再談 要簽名蓋章 健保卡也可以做一個簽證的動作 健保卡我們也是後面再談 這個也是三改的定例或紀錄 三改部分要保留 我剛才講說 這兩個都很重要 一個是 有誰去讀它 誰去 我們在管理的人 去讀它 誰去讀它這個都要知道 對不對 我說在高速公務上面 這個e-tag 是誰去讀了 好 這個通通都要記錄 那誰去改它呢 那更重要 電子紀錄 像醫生 我們說醫療糾紛 那誰去改 什麼時候改了它 那 以前用手寫的病例 常常就會這個 就會這個 圖改的時候會發掘 電子的話呢 什麼時候改的一定要知道 這個時候 所以這一類所有的過程的保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像那個最近那個 呃 莫嚴德諾貝爾的那個文學獎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 到處都在那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它的小說 可能都還沒有 它小說還蠻好看的 那 其實大家放假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滿滿 其實滿滿有趣的 它小說真的是很好看 因為都可以拍 都可以 但它被人批評就是它太那個 太世俗化了 所以世俗化的意思就是好看 改變成電影看 那小說真的是誰很好看 那 那 結果 結果 就是 它得諾貝爾的獎以後 好多地方都要 都要展出它的這個手稿 手稿是什麼 用手寫的那個 手寫的稿 它做起來 它那個 它不會用電腦 所以它就手稿 手稿很值錢的 手稿為什麼值錢 手稿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看出它這個 寫的修改的過程 如果是用電腦打 所以我們現在用Word打的話 你會做上 像我改同學的論文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一定把它追蹤把它打開 告訴你哪邊錯了 我幫你改了些什麼 Word裡面有追蹤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修改 你不知道 一定要知道 Word裡面追蹤 不然以後這個 就一定要知道 就是追蹤 我寫了以後 我給誰去幫我修改 追蹤看看 尤其是英文論文 我把它改了哪些東西 它可以看得到 最前面的是手稿 然後你這樣一直改 改的話就知道 所以像那個 我記得那個 大家寫作能力 通常我們現在同學寫作能力都比較差 因為大家都是電腦用多了 真正寫東西的能力比較差 那那個 有一次聽廣播 那張曼娟 他寫 他寫 我們會寫散文的 他說他寫一篇很短的散文 他要修改一個禮拜 幾百次 他修改一個禮拜 他要一直修改 所以我們同學隨便寫一個東西丟上去 一定是不能看的 這個 當然回到手稿 手稿 手稿這個部分是 可以看出你的過程 因為有手寫的 我修改了什麼 所以那個手稿展覽 那個 大家都知道莫扎特 莫扎特的故事 另外有一個 如果你看過阿瑪迪斯 看過那個電影 莫扎特他有一個天敵 有一個 另外一個音樂家 他終身就很討厭莫扎特 盡量一直在打壓他 那為什麼造成他一輩子 就一直對莫扎特非常不喜歡 因為他知道莫扎特是天才 那為什麼他知道莫扎特是天才 因為他看到莫扎特的手稿 沒有改一個音符 他寫一下 他想到什麼 就寫寫寫寫 寫了以後不用改了 所以莫扎特跟 貝扎特大了一個差別 莫扎特是天才 他隨便弄一弄 他就一首曲 就很好聽 然後就 就這個 他對他非常非常 這個 怎麼講 非常羨慕 但就非常痛恨 所以他一輩子 一輩子是他的那個 他的 怎麼講 那所以手稿是很重 那手稿的過程 那我們現在電子的話 那過程一定要記錄下來 這電子兵力的這個 過程非常的重要 然後 每一個過程都要有電子簽章 然後 那注意到還有一個 在這個概念 這個裡面還有很重要的概念 是 加時間 注意到我們現在談的這些 電子兵力的東西 不只用於電子兵力 在資訊的 所以其他的文件裡面 公文裡面 很多重要裡面 通通都一樣 通通都一樣 通通都要做 像我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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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一樣 這不只是用在電子兵力 我們現在電子兵力 它要求是比較高 但是很多地方都要達到這個水準 所以你不要覺得這個 只是用在 用在這個電子兵力 那 同樣的 你 你的簽章 你的簽章 你的簽章呢 還要有一個 人間 簽章的 你的電子簽章是 誰 你 你可不可以再做這個簽名的動作 誰可以簽名 政府來認證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談 然後 可以他認證你多久 有醫師執照被吊銷的人 你就不能夠去做簽章 所以要有醫事憑證 然後有衛生署的這個 醫事卡 這個我們後面也會再談 好 那有一些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那 病例裡面包含什麼東西 所以剛剛這個是法律 法律是到 法律是最重要的一些觀念 它在裡面都要反映出來 這竟然是 病例包含什麼 醫主 醫主就是 醫生 醫生告訴你 要注意什麼 病程 報告 這些所有的 包含一些影像的 一些檢查的紀錄 一些通知 會診 同意書 所以病例裡面包含很多 那還有一些叫病災 病災的話 叫Note Note 包含住院的病災 病程的病災 Eating 還有這個 手術 如果要做手術的話 手術的病災 會診 出院的災藥 這些 這些 都是在病疫裡面 病例有主要內容 還有很多的病災 那 整個眼鏡從紫本的 到混合式的 到多媒體的 到這個 跨院的 到終身的健康照護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我們應該都知道 我們希望 病例 病例是只有在過生病的 這個期間有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病例是誰的 誰擁有病例 是你擁有病例 還是醫院擁有病例 你的成績是誰的 是你的還是學校的 是你的隱私資料 跟病例稱成一樣 你的隱私資料 但是是學校的紀錄 是學校擁有的 我們 我們擁有你的紀錄 但是 是你的隱私資料 不能夠把你的隱私資料 隨便給別人 對不對 是你的隱私資料 你有權利 要要求怎麼處理它 但是它是屬於各個醫院 所以 所以 現在有很多規範 不能傷害到你的隱私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觀念要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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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病例 不是擺在 不是擺在你家裡 當然你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 要印出來以後 如果以後整合起來了 那你可以擺在你自己的家裡 你要 要一份出來 那就變成你的 你付錢 對 我要全本病例 抄回 那就變成你的 但是 你也不能改 對 你當然也不能改 只是擁有這個 是你的隱私 那 擺在哪裡 是擁有的 還是 你不能夠我自己再寫一份 我自己的病例 這是我的東西 我自己來寫 那也不行 你在這個醫院看病的 那就在這個醫院 擁有你的這個病例 你在那個醫院看病 那個醫院 擁有另外一個病的 相關的病例 所以 那所以跨院是很重要 跨院 以後要能夠 要能夠溝通 要跨院 那再加上 那病例 生病的時候才有病例 你知道 你沒有生病的時候 就是健康紀錄 健康照護 你知道 平常沒有住院 沒有去看醫生的時候 沒有到 那這就是你的健康照護 所以這個 這個觀念要有 這最基本的觀念 好 這是剛剛的那個意思 從這個 到電子健康紀錄 最高就是電子健康紀錄 到電子的病例 然後由這個 從最基本的到 事實上這張英文版 我就不多談它了 它已經具備這些特性 我想這個我們都提過了 身份認證安全 方便 可信賴 可信賴很重要的 安全又可靠 資料整合 可以積合 積合 積合就是我們剛才談到的這個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裡面 修改一定要這個 然後呢 受傷方不可否認 不可否認 不能說到時候 因為你可積合就不可否認 比如說我沒有去看病 醫生說我沒有寫這個 寫 必留下痕跡 只要病例 你這個 兩邊你就不能夠再 不可否認 那這個在安全裡面 我們會在這很多都是安全裡面的 最基本的要求